祝你弟兄姐妹们 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仍然有机会来思想神的话语 我深信我们每个人今天可以坚持到底 继续的有读经祷告的生活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深信 神的话语不是白纸黑字的书 而是我们深信神的话是永活的 吹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 因此但愿神的话语不断的充满我们的心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带领我们面对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的挑战 感谢神的话之前请大家和我一同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赞美你 我们敬拜你 我们尊崇你 因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爱我们的天父 你的爱不离不弃 围绕拥抱着我们 你对我们的爱实在太多太大了 我主要我们感谢你 这时候我们预备心 要来瞧见你 与谦卑的心 安静的心 在你脚前 来聆听你的声音 恳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 使我们能听到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明白你的心意 恳求圣灵充满我们 使我们能力来遵循你的旨意 我们如此祷告 侍奉主耶稿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从不落空的计划 经文请自以以撒亚书 第四章第二次六节 请大家和我读这段经文 到那日 耶和华发生的苗 必华美尊荣 地的出产 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 显为荣华茂盛 足以公义的灵和分烧的灵 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 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 那时圣在西安 留在耶路撒冷的 就是一切祝耶路撒冷 在生命车上祭明的 必成为圣 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 必隔会众遗上 使百日有烟云 黑夜有火焰的光 因为在全荣耀之上 必有折壁 必有亭子 百日可以得银必数 也可以作为长生之处 躲避狂风暴雨 从以色亚书的第一章 这三章 我们不断地看到 神的子民继续活在罪中 因此神接着以色亚先知 要告诉他的子民 神必惩罚他们 为什么要惩罚他们 不是因为神乐意地去惩罚他们 也不是因为发怒想要毁灭他们 而是因为神非常爱他的子民 不希望看到他的子民继续活在罪中 因此他要带领他们 借着惩罚 使他们洗雾 带领他们回到真路 我们成为父母 成为爷爷奶奶公公婆婆 我们都非常的爱我们的孩子或孙子 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孩子或孙子 继续做同样的错误 不听话不顺服 我们对他们的要求 一定是为了他们的好处 为了他们的未来 希望他们前面有好的前途 因此当我们看到他们不听话 不顺服 一直做同样的错误的时候 我们就会告诉他们 我们会指责他们 会警告他们 那若这一切还不行的话 可能我们也会惩罚他们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惩罚他们不是因为我们恨他们 而是我们非常的爱他们 希望他们会悔改 让他们借着这惩罚 让他们懂得醒悟到他们的错误 那惩罚了以后 我们也要预备给他们出入 让他们知道 他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做 让他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并且当我们惩罚他们的时候呢 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一定有裂痕 因此我们也要想办法 怎么样回复我们与他们的关系 那我们成为父母 成为爷爷奶奶 公公婆婆 知道怎么样的爱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孙子 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 已经赐给我们最完美的榜样 因此我们看到在以撒也书 虽然神借着先知 告诉他的子民 神必将惩罚他们 可是在预言这些惩罚中 神也预备给他们出入 回复的方式 在第二节我们看到 必有耶和华发生的苗 这苗在圣经中多次的出现 除了以赛亚先知 耶利米先知也预连关于这苗 在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三章的第五节 神要将大卫信起一个公义的苗意 在三十三章的十五节 再一次的重复 神说 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意长起来 撒加利亚先知 也在第三章第八节 告诉我们说 神必使他的仆人大卫的苗意发出 神借着他的仆人多次的预言 表明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计划 并且这句话 就是为了回复神 与他的子民的关系 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出入 耶和华发生的苗 将洗去污秽 除尽他们的血 使他们成为圣 因为这苗 神的荣耀必成为他们的责笔 他们必有亭子 必有长生之处 躲避狂风暴雨 非常感谢神 神的计划从不落空 神的计划已经应验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耶稣就是那被预缘的苗 借着耶稣 神赐给我们出路 脱离罪恶的方式 就是借着耶稣 我们可以得到罪的赦免 并且借着耶稣 我们可以与天父有和好的关系 这就是天父上帝的心意 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天父上帝已经为我们一辈了出路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与神的关系可以和好 也是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的罪可以被洗尽 我们可以成为圣 并且耶稣的同在 使我们有平安 使我们有盼望 在面对生活的狂风暴雨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长生自主 因此 当我们面对生活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我们已经有出路了 我们已经有耶稣了 有耶稣与我们同在 我们可以面对所有的困难 但愿我们不断地经历 神的同在 耶稣基督的帮助 使我们可以不断地见证 神奇妙的作为 在我们的生命中 带领更多人的 可以信靠耶稣 可以感受到天父的心意 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 经历了圣灵的帮助 我们一同地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这么地爱我们 你的话很清楚地对我们说话 使我们能明白你的心意 接着你所应许的鸟 就是耶稣基督 使我们经历了你救赎的恩典 耶稣就是我们的避难树 神啊 你是信实的神 你的计划永不若空 耶稣的同在 使我们不需要再害怕前面的路 恳求圣灵帮助我们 可以把从你而来 所领受的爱 传给别人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祷告 阿们 之内弟兄姐妹们 扮演耶稣基督的慈爱 平安 常与我们同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